好了,我们接着上课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倒数第二个设计模式 第二个设计模式呢,就有点复杂 稍微有点复杂,大概是Workstrap Design Pattern 它就是,其实是一个,应该是Worker吧 就是流水线工人 这个,哎呀,这个设计模式是来自于流水线工人这样的一个灵感 然后有的,其实它和我们的Suspison 以及,以及那个,生产消费的模式 是有相似之处 但是呢,它给我们的那个 相当于对冽的一个东西 增加了,赋予了一个新的能力吧 这个能力的主要体现就是在于 它不仅把我们屏蔽了这些工人的工作 而且也帮我们 维护了这个,就是 维护和管理啊 工人是怎么工作啊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开始来录制 稍微有点复杂 但是还好,也不会复杂到哪里去 大家可能看 如果看得不太明白的话呢 可以跟我问 我们模拟一个流水线 流水线的一个工作方式 就是说有产品 商品进来了之后呢 进来之后我就会到 放到流水线上 然后有配装的工人呢 会到流水线上把那个产品拿走去 负责装配啊 或负责干什么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流水线和产品 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 也就是流水线呢 它可以告诉工人啊 什么时候啊 来东西了 然后你什么时候应该去做啊 什么时候应该 应该等着啊 不断的去看 那这里面呢 那我们不不用啊 不去用的不去用那个 linked list啊 这样的一个东西去做 我们自己实现一个简单一点的 这样一个对列的一个结构啊 有对头有对尾 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结构 我们去做这个事情 看顺便跟大家来复习一下你们数据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功啊 其实你可以也可以用那个linked list去做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这边就用一个数组吧 我们据说你在流水线那个装配线 它最多可以放多少个东西上去 就是你一个半成品吧 可能带包装的一个hold上去 比如说我们这边 放100个啊 最大 放那里 request 这个request呢 就是存什么的 存我们的hold 我们这个东西就把它当成一个hold request quit 我们request还没有定义 暂时先不定义它 要么我这边定义一个空的也可以 好 先定义一个它吧 好 这个有了 有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定义什么对头和对尾 hat teal 当前有多少个 我们的装配的工人啊 流水线的工人 然后呢 Walker threat 我们叫啊 WalkerPro吧 好 有了我们创建 public channel 然后呢 你给 分配多少个Walker 分配多少个工人去帮你做事啊 我们这边先也建一个它 让它别报错 他很明显是一个什么现成对不对 好 打算分配多少个 然后呢我们这边 this.request queen 我们最大的是什么max request对不对 request queen 是100个 哎呀 max 我们定义了 然后呢 this.headle 等于0 this.teal 等于0 this.count 等于0 对吧 然后呢 我们this.workerPro 等于多少 那用一个workerPro size 然后size是谁 Works 对吧 Works 好有了 有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对它 进行一个初始化 initial 对吧 this.initial initial什么呢 initial 把它这个Worksize 可以不放 我们这边 创建一个它 好 我们把这个 这个线程给它构造出来 for i等于0 i小语 workerPro lens 对吧 i加加 好 这边 WorkerPro i等于谁 new WorkerThread 对吧 给它给个名字 我们这样 Worker 哪个Worker啊 第几个Worker 然后呢 它要拿着谁去工作吗 因为它要去 啊 用到这个channel 所以说我们就把channel trag给它 它这边肯定是没有 对不对 我们让它帮我们创建一个 OK 有了 有了 好 我们回来 我们先都不做里面的实现 就简单的先把它写出来 那我们有一个流水流水线是个相当于一个传送带嘛 那有一个开关往上推往上推那个闸一推流水线有了然后旁边的工人呢也要准备就绪我要去工作了对吧 Word Start Workers 或者StartWorker都可以 什么工作呢很明显就是它了 Work 我们也是它 或者我们这样吧 as list 谁 Worker Pro 对吧 点Stream 点Foreach Foreach 然后呢 Worker是不是 对吧 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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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ad Start 把它Aggs都 Aggs都弄起来了是吧 Aggs都起来了好 这是我们加尔巴的 知识啊 Stream 然后呢 这个不是个Stream其实啊它是 Irelease的自带的一个 Foreach 然后这里面呢 它是一个什么 Consumer 对不对 我们用了方法推导的方式啊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 那你就 怎么说了我们这个其实也可以做 做成lambda表达式啊的方式去做怎么做呢你自己可以去做了啊这个很明显是一个什么方式 Farction嘛对吧 给进去参数出来的东西对吧给进去两个参数出来的东西 到这些去改吧 好 那我这边 给外面的人去调用我这个start Worker也就是说 相当于推了一个闸 拉闸 推闸 Push 对不对 开转 开转 对不对 start oh Worker 2 Work 对吧 好 那这个 外面的人怎么 把 把这个商品商品是谁商品是request放到我们的request列里来呢那你必须给人家给一个什么给一个方法叫put 啊 我们共享资源有我们共享资源就是request request queen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给他枷锁 啊保护我们的共享资源 put Quest Quest OK 如果你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counter已经你的counter如果已经大于 就是你这个流水线那个传送带啊已经大于 大于等于谁了大于等于我的这个大小了吗 如果你 已经大于超过我了或者说已经和我一样了 那怎么了 往流水线放的那些工人呢那些那些哥们呢就得 等着喽因为你流传送带已经满了你得等到其他的什么 Worker 工作完 wait 对吧 这个锁加的是谁z4 所以说用他 锁了 那在wait的时候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一个中断的异常对吧 好 如果 如果 没有满 没有满怎么办 啊 放呗 往哪放呢 啊 从屁股后面放 Tier 对吧 这个时候 Tier和header都是几 Tier和header都是0 对吧 我放的时候从Tier放 拿的时候从header拿 对吧 好 我z4点 request 谁 Tier 对吧 等于request 那我下一次 放的时候呢 往哪放 就是Tier的下一个点 对不对 那如果我放到第100个的时候呢 是不是Tier又得从零开始 是吧 是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就简单的写一个算法 Tier 等于 Tier加1 对吧 mode一个谁 mode一个 request pull 点lens 看到没有 所以说我们这边也不需要做判断了 如果你大于 啊大于100的时候呢 你又从零开始啊 不做判断 lis.count 加加 然后呢 this 已经有东西放进来了 工人们来干活吧 就有些可能之前看到 没有东西的 没有hold的 那些工人 他在等着 拿东西 那现在你就可以干活了 goat 这个不是 request 然后呢 synchronize 啊 我们是synchronize 应该写在前面啊 synchronize request 我们一般有什么 Tick Tick在哪个方法 好 如果我的这个 counter 什么 小语 现在没有吗 你就要干嘛 你就要 list wait 数 哎呀 ok wait 好 如果呢 有呢 那就拿呗 拿的时候从哪呢 我们从头上拿 对不对 request 等于 list request pro request queen 从哪拿 head 这个是零 对不对 那下次拿一个点 那哪个点呢 下次拿 零加一个点呗 下一个点呗 也就是说 this.head 等于 this.head 下一个点呗 加一 怎么了 再跟他去模呗 this.head request clean.lens 对不对 ok 然后呢 我们这边 this.head counter 怎么了 - 好 然后呢 可以放东西了是吧 notify all 然后呢 retain request 是吧 好 拿的放的都有了 我们大致的这样的一个 大致的这样一个对列 就是一个channel 有了我们发现我们这个channel和之前的那个channel不同 之前的只不过是作为了一个缓冲机地带就是我有可能放到 啊生产的生产的快消费消费的 快他们速度不匹配所以说我们放了一个 站在一个中间的一个quing 主要是为了让他们的动作异步化 第1个起到异步化第2个呢就是说啊可以 消除这种 生产和消费 快卖引起的一个差异 或者会阻止因为我生产的快了你消费的慢了 那你是不是就把我 就把我阻塞住了对吧 所以说呢我们就引起了那个 只是他的作用只是充当了一个缓冲的作用 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传送带 传送带呢他帮我们管理了worker 看到没他帮我们管理了worker 然后呢我们这边呢其实你完全 也可以通过什么 linked list去实现 但是我们简单的写了一个对列有对头有对尾 对吧 而且我们用了一个 很讨巧的一个算法 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 啊不用因为你这样你你不显着这样你得怎么做 如果我的tail 大于 等于大于 等于什么request 这样 lens 然后呢你就要怎么 就从头开始对不对 大概这样的一个东西 else又怎么怎么怎么样子对吧 所以这样不但好 我们就直接用他 你们自己去琢磨一下 这样一个算法是最好的 可以循环着来 好 关于这节课的东西呢 就跟大家说 下节课呢 我们完成其他的东西啊 包括 还有就是往传送带着放东西的工人的工作 还有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client 去调用他去测试他 好 2 4 5 4 4 6 7 6